大家好,这里是南昧厨房 苹果不要直接吃了 今天用一个苹果跟三颗鸡蛋 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美食 做法简单又营养 孩子特别的喜欢 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在大碗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用勺子把食盐搅拌融化 然后把苹果放进水中清洗一下 因为苹果皮非常的有营养 所以我们不去皮 用盐水把它清洗一下就可以 洗干净以后把苹果先切成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放入碗里面备用 下面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打入三颗鸡蛋 再加入几滴料酒去腥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搭散以后把鸡蛋液慢慢的倒进苹果里面 然后再把它们一起倒进料理机里面 加入200毫升的纯牛奶 加入200毫升的纯牛奶 盖上盖子 选拨打成苹果酱鸡蛋液 将它打成苹果奶昔 打的时候可以多打几遍 这样会更加的细腻好吃 打好以后将苹果奶昔倒进一个大碗里面 往里面加入3克的酵母粉 10克的白糖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至酵母粉溶解 再往里面加入250克的面粉 100克的玉米面粉 50克的糯米粉 再次将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最后搅拌成像这样 粘度偏干一点的面糊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醒发40分钟 接下来我们在一个碗里面 加入一把葡萄干 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淀粉 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它清洗一下 因为葡萄干的表面有许多的褶皱 很难清洗干净 淀粉可以有效地吸附掉 上面的脏东西 切好以后把它过滤出来 倒进碗里面 这样开瓶吧 这次开瓶的玉米面 会订阅 准备 防水 开瓶 就会找到 洗水 订阅 水 水 用来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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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